我們今天就在公司裏面又辦了一個聲援支持台灣同事的活動 我們有少許道具就是我們每個人都在手裡拿著一個蘋果 也都戴著口罩就希望聲援回台灣同事 可能大家會問為什麼台灣發生的事 香港的同事可以做到什麼呢 我們今天是一個表態 因為其實香港的蘋果和台灣的蘋果都是 傳媒兩個地方比較少數是用於監察政府 和說一些反對話的媒體 所以現在台灣蘋果日報賣了給一些有不良好紀錄 即是蔡英明之生過的中士都有干預編輯室的運作 我們當然作為一個支持新聞自由的人來說 一個媒體的公會 當然不希望這件事會發生在任何一個大中華媒體裏面 何況我們和台灣蘋果的傳媒都是一個兄弟的集團 或者姐妹的公司 所以我們這次就要舉辦一個有聲援的活動 今天我們非常感謝香港一傳媒公會能夠支援 聲援我們台灣蘋果日報公會 舉辦這個我要蘋果不要黑手的活動 那之所以會舉辦我要蘋果不要黑手的活動 是因為今天黎智英先生把台灣一傳媒的公司 賣給了他的對手報蔡英明先生 那蔡英明先生這四年來經營了台灣的中國時報 他的黑手深入了編輯台 他介入了編輯台的人事運作 他干預了新聞台的言論自由 這些的因見不遠 我們擔心的是將來如果黎智英先生把台灣的一傳媒 賣給了蔡英明先生這樣子的股東的話 台灣蘋果跟香港蘋果一樣都是直言敢提報 敢揭發不公不義的 然後不為政治經濟黑勢力的壓力 那將來如果這樣子的 曾經有過不良嫉妒的老闆來經營台灣的傳媒的話 這已經不只是台灣蘋果日報員工的生存權的問題 這已經牽涉到了台灣的新聞自由 還有我們所有從事新聞界 新聞工作者新聞自主 我們新聞自由堅持的這個底線的問題 那甚至更令台灣蘋果從事感到一句的是 跟將來的資方蔡英明先生跟王文宇先生 還有顧仲亮先生 他們的企業都有跟中國相關的企業的往來 那一個黎智英先生是一個反共的 從反共然後從支持民主的立場 創立了台灣蘋果日報跟香港蘋果日報 今天卻把他一手創立的自由民主的 然後敢提報的一個媒體 賣給了可能親中的紅色 有紅色資金疑慮的這樣的企業主 這是不只是華人圈的問題 這是整個媒體圈整個民主自由跟關係到將來 港台中港台三地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黎智英先生跟顧仲亮先生簽了MOU之後 我們跟他見過一次面 我們提出了訴求說希望他跟我們簽 保障所有勞工權利的團體協約 還有保障新聞台自主運作的編輯事工約 但是他都沒有正面的回應 那甚至還說想要延宕這些協商到明年2月28號 交易完成之後再來跟公會談 但這樣的要求是違反了台灣的團體協約法 必須在我們公會提出60天後協商的精神 那張家生先生是違法的 那在之前我們台灣蘋果日報公會 曾經有要求過黎智英先生 張家生先生還有顧仲亮先生 必須跟全部1300個台灣蘋果日報員工道歉 道歉的理由是因為 一開始黎智英先生告訴台灣蘋果日報的所有同仁說 這筆交易裡頭沒有蔡衍明的資金 他還告訴同事說你們不要污蔑我的人格 這筆交易裡面沒有蔡衍明先生的資金 我們也去問了張家生 張家生也告訴我們裡頭的資金是沒有蔡衍明先生 那我們也問了 我們的編輯台的高層曾經會面 就是未來的買家 菇重量曾經跟我們的編輯台的主管們見面 他也承諾說沒有蔡衍明的資金 這三個將來可能是會要 現在的老闆跟未來可能是要經營一傳媒的老闆 各個公信力破產 你經營媒體最重要的就是公信力 結果你這些大老闆們公開說謊 對著公會說謊 對著社會大眾說謊 你每一個公信力破產的人 你要來經營一個這麼有公信力的台灣蘋果日報 這是我們員工的 我們得要捍衛我們自己的公信力 其實會不會都擔心黎先生會買這個蘋果報 暫時就未看到情況 但我們不斷經常說一件事 就是順亡此寒 新聞自由這件事 不是說單一個地方發生 你說擔不擔心 暫時未看到就不是說很擔心的 但老實說我們覺得新聞自由這件事 是不可以說少一家都是一家 就是不可以這樣的態度 就算聽到一點點 我們都要去捍衛新聞自由這件事